2008年,台湾人宋小军来大陆就业,如今已在这里工作生活十余年。 现年51岁的宋小军是太原新华岭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。 今年受疫情影响,在台湾过年的他得知消息后,立马选择提前结束假期回太原工作。 亲友都劝他不要回去,但是他认为自己有一份责任。 于是2月初,他将妻子和女儿留在台湾,独自返回太原。 期间,宋小军所在酒店接到作为集中隔离点的通知,负责接收境外输入旅客隔离任务。 这是一个责任吧,因为我是酒店的一个管理者,还有我的员工,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可能客人没有那么多,但是你的员工你要注意去,知道他们说怎么样去避免一些风险呢,所以我还是。 隔离期间,宋小军及酒店工作组尊重国内外民众文化背景,生活习俗,提供个性化服务,直到每位客人平安返回所在地,他心里才彻底放松。 我们在这边其实各个部门配合的都非常好,然后在做服务的时候其实也做了一个专业的防护动作,然后最后在隔离任务完成之后,我们其实前线服务的员工我们也做了一个核酸检测,从我的角度我也是非常的叹,就是终于输了一口气,就是大家没有什么这么状况发生。 疫情下,宋小军也一直与远在台湾香港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,并云分享防疫知识。 因为这边我们的防疫的要求都非常的严格,所以我每天在跟我女儿,还有跟我父母在每天通话的过程里面,我都会不断提醒他们,口罩一定要戴,一定要请洗手,然后出去之后回来一定要把衣服赶快换掉,所以他们后期的时候也非常的注重这种个人的防护。 在大陆这十年间,宋小军先后被派往西安、青岛、林仪、太原等地工作。 2013年,他到太原筹建酒店,同时将长期生活在台湾的妻子女儿接来一同生活,如今女儿就读于当地一所小学。 宋小军表示,近年来两岸经贸、文化、人员交流越来越深刻,对台湾青年来说有很多发展的机遇,每当朋友问起,他都会推荐起来大陆看看。 因为我觉得我有台湾和香港工作的一个经验,然后我可以更好地在这边去发挥我的长处,然后等这个疫情状况稍微趋缓之后,我还是会把家人带在我的身边,在这里工作和生活。 另外我有空的时候,我也会带我太太和小孩尽量地去多走一些地方,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扩展我女儿她的一个视野, 就是看得更开阔一些。